今日的日期是5月18號 今日中午時分 有市民報料講到 深圳賽格大廈出現房洞 現場有人員從大廈撤離 根據深圳市應急管理局官方微博所講 經查看並分析全市各地震監察台的數據 今日深圳市未發生地震 目前大廈已經封閉 大廈裡面的人員全部撤出 外來人員禁止進入 今日各出入口有保安及物業人員職守 今日深圳消防局及公安部門已經介入 詳細的情況及原因正在等待查明當中 我剛跟我們值班所聯繫 值班所那邊也收到這個情況 我們也在整個福田那邊在查這個原因 要看它具體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目前還還正在查清楚這個原因嗎 或者是我們這邊如果是有相關的一些情況 晚上應該也會查不得 我們現在整個福田會監察的